好的 那么上次的防守片中 三连差不多都过了3000 真的是感动中国啊 那么因为上期内容篇幅过长 这回就把剩下的内容给各位补上 好的 废话不多说 这就开始吧 看到很多人在防守A点时 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在开局掉掉他们的烟雾 这样的玩法说来比较安稳 但是土匪在烟散后 还是有一分钟以上的时间 能给A去压力 而你在这之后 就没有烟雾能延缓土匪的进攻 从道具管理的层面上讲 这不合理 那么我们就像Inferno是一样 好好聊聊道具管理吧 比方说我们在包身 并用红车鞋面来pickA点 收集信息 因为红箱改动 导致你不像以前那样 容易被爆头了 见着人了 跟箱子左边对齐 瞄着这个防眼角 静走两步丢烟 然后继续pick插车的过点 以防对面摸插车 烟爆以后 要注意好好查查左侧 以防对面胆肥的 直接出了A厅 查过白菜位后 可以充分利用烟雾的有效时间 给自己选一个对手 预料不到的位置 至于选哪儿 就取决于你了 在老插车中的这个位置 有一块鞋板 能帮助你收集A厅信息 那么在这里 我们瞄着这个秀极的左侧 进行一段助跑 起跳 也能做到一样的效果 假使你见着人了 可以像这样打闪帮助你去pick 回来我们给A厅补烟 能看到红车这里有俩扣子 对着下面的那个扣子 转头能看到这块巨形 像这样瞄点丢出手 就能补上A厅了 当然烟爆也需要时间 这个空隙 建议你再进行一次侦查 确保没人混出插车 这样就能把烟雾的效果 发挥到最大 那么不管是守哪个位置 防rush都是我们得备手的操作 那么如果你在包点 得知对方的A rush 这里建议你先给一颗上包点的火 有火在时 只要不是你主动出去找人 那你只需要小心红车上方 或者让A小的队友 哦你看 在火灭前 用烟灭火 创造出一块区域给你活动 架烟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也不算什么难事了 然后根据土匪 可以跟队友的交火情况做判断 如果交火激烈 则可以考虑配藏眼闪出去打人了 只要给道具的实际恰当 一组道具 就足足能拖对手20秒了 好的 顺便再交一首MBK位的补烟吧 站在台子的外侧 看二楼上方 会有一个白色三角 把它作为参照物 像这样描 丢出手 就能完美胡上A听了 但是呢 这个位置的补烟很容易被看到轨迹 会被听到 很容易暴露你的位置 所以这里建议 补烟的话 尽可能不要占MBK补了 那么在叉车的A区更新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K神位 这个位置的增加 为A区的后点防守增添了可能性 常规防守站在K神位的箱子上 挺容易被预秒秒杀 那么我们换条路子来 利用箱子的边角和红车的斜面 来收集A听的过点信息 如果发现A听有人了 可以掏烟补烟 能看到这一行玻璃 有两个破了小边角的玻璃 把小边角连起来取他们的终点 然后丢出手 又是一颗完美的A听烟 然后按照流程载掉钻空子的土匪 又可以美滋滋的为自己换一个位置手 岂不美哉 不单单只是包点 K神位的防Rush也是需要点讲究的 如果对手RushA了 就先给个叉车火 限制对手的走位 给白车和A小补防的队友 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 常规的A点进攻 也是配了过点烟的 这种情况下 可以酌情Pick包点过点 看看能不能收过路费 有了K神位的箱子在 跟叉车的土匪周旋也不成难题 回房前还可以在这个位置给A听烟 然后开始进包点 可以说K神位也是一个挺万金油的位置 善用好这个位置就可以单A防守 给队友减轻不少压力 老叉车里 大家比较习惯像这样 随手丢一颗A听闪 但是就效果而言非常一般 从包点丢出的闪光 不管怎样 你都摆不到藏在箱子后面的人 由此一来 在K神位 我们可以起跳看看A听左侧门框的位置 垂直延伸下来 能看到木箱子上的两个小点 像这样秒点跳投 就能打出一颗效果好一些的顺暴闪了 不过不管怎样 想要摆到A听圆点还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想要前顶A听的话 像这样先封上圆点烟 再配闪和队友一起补枪 才能切实的起到轻A听的效果 开局可以拿枪架住A听中段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栏门的脚步 如果你得知蓝门有人贴近高厢的边缘 转头瞄着黑线底端右键抛闪 然后开门 闪光就会落入蓝门 致盲其中的土匪 由于闪光和开门几乎是同步的 对手如果没有察觉到你丢闪了 就很容易上套了 如果你没有闪光 或者对于单人的闪光 心里没什么底 可以让辅A的队友帮你一手 对准油关的终端 然后瞄着黑线底 配合开关门也能做到一样的效果了 并且不会被注意到你是在远点打闪的 接着再说说辅A的反道具吧 如果对手出A要进包点了 像这样给火 因为这个口子是他们进包点的必经之路 如果有闪光的话 尽量打在包点的后上方吧 这样一来土匪就是面对闪光 而影响不到你在包点的队友 你的队友还能借助闪光反打一耙 丢法也不讲究 比较简单 从B点回放到A时 也不发那种需要封个A听烟的情况 但是站白车直接封 又有点忙 容易被敲头 那么我们退回来看看 1 2 3 4 5 第五面铁栅栏 它的中间有比较明显的三个秀技 我们选择最上面的秀技 回到这个角落 瞄准这个秀技跳头 这个烟雾就能胡上A听 丢完烟后再过来 像这样配一手闪 A听胡上闪白插车 对于从白车回放的你而言 常规点位几乎没有能指驾你的人了 而这个闪光丢法也不那么讲究 瞄着白墙顶端助跑丢出手就可以了 死点也是一个回放比轻的位置 在新插车中由于K神位的增加 使得从电箱交死点火能变得更安全 其中机上较黑的节点有三个 我们瞄着中间的节点丢 火就能落入死点 而你只需要把被烧出来的人接住就好了 好的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 新插车也是一张完成度非常高的地图了 相比起老插车更值得一玩 在经过一系列的更新后 也终于得到了优化 所以如果还没怎么玩过这张地图的各位 看完教学后不如玩玩看吧 如果这期视频帮助到了你的话 也请不要忘记